印度最神秘的隐形无人机曝光 印媒称其为秘密武器 命名暴露野心 印度最近的动向可谓是精彩分成 不仅频频试射导弹 在其他武器装备上也是不甘落后 就比如 印度自制航母夸萨海口 预计2021年服役 还有和俄罗斯合作的五代机项目终止 要自己研制 这些动作完全暴露了印度蠢蠢欲动的野心 而如今更是在航空航天项目上 彰显自己的雄心壮志 据印度媒体欧亚时报10月12号报道称 印度最神秘的隐形无人机项目 近日在印度坎普尔理工学院的一则视频中被曝光 并且这款无人机 是以能够对纵身目标进行打击为目的的无人攻击机 机型采用的是非翼无尾布局 并且坎普尔理工学院早就已经开始了这一项目的研究 并对此项目信心十足 称其为秘密武器 或许可以对抗达索 波音和诺斯罗普无人驾驶飞机 而且这架无人机被命名为Gadage 在印地语中意思是致命 这就足以看出来印度在这款无人机上的野心了 企图给予敌人致命一击 不过名字取得再好也没用 重要的是制作技术到不到位 而有意思的是 坎普尔理工学院目前还在研究飞行器如何降低雷达的横解面反射面积 也就是说隐身功能还达不到要求 所以该无人机的隐身功能就要大打一个折扣了 再一个就是无人机的发动机了 当然印度说的是与法国合作研制的 不过最开始可不是这样 据了解 该无人机的原型机模型早就在2018年被曝光过 当时该无人机代号迅速配备的是俄罗斯的36MT涡扇发动机 但是印度媒体大肆报道 这架迅速预计在2018年到2019年进行首飞 并称这代表了印度空军的未来主要力量 并且这将是印度首次研制能发射精准武器的隐形无人机 如今如何了呢 这都2020年了还没进行首飞不说还换了个面孔称印度的秘密武器 不仅换了造型连心脏都给换了 在印度媒体的眼中与法国合作开发发动机有助于印度开发自己的发动机 并且预计这架Gadage无人机将会是100%由印度自主研制 法国仅仅是帮助印度研制发动机的工具罢了 不过就是不知道这款发动机又要研制到什么时候去了 而发动机没有研制出来 这款无人机就无法首飞 当然还有个隐形技术还没攻克 之前印度研制自己的国产战机光辉时 那可是一波三折 历时足足30多年才正式交付使用 并且最后交付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只能凑合着用 从现在印度空军中仅仅7架就足以看出 这款国产战机多么不招人待见了 并且这款号称国产的战机 其实真正国产含量只有59% 在对比现在的印度这款隐形无人机目前的进度 不仅为印度捏了一把汗 就着制造技术 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制造出来了